大家好 又来到我们工程一线通的街坊小队出动的时间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Haze 很恭喜见到大家 不知道大家平时对于工程师傅的印象是怎样的呢 是中年大叔还是小鲜肉啊 不过听说近期新人入行一年比一年少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呢 所以我们今天专程来到地盘 就来问问师傅 究竟是不是真的和为什么呢 事不宜时 立刻去片吧 我想问师傅 你做了多久 入了一行多久 十年多 十年多啊 都很久了 为什么当初会选择入行 朋友介绍 三年至四年 三年四年 即是刚入行不久了 为什么当初会选择入这一行 都是朋友介绍 一年左右 一年左右都是刚入行的 当初为什么会入行的 钱 很高人工的 OK 我想问一下你现在多不多见到很多小鲜肉 年轻人入行的 都有 多不多 一两个都不 他们会不会经常偷懒的 不会 很努力的 都多的 都多的 即是有很多朋友跟你一起入行的 是的 有个小鲜 你有了 你不是大小鲜啊 哈哈 那你们通常会不会偷懒 我做事很努力的 很努力的 是 对吧 我说真的 我想问一下 你会不会叫你小朋友一起跟你入行 跟你学习 没有 不会的 没有 还在读书 叫他有 叫他有 做过程师 滑图那些 叫我们做的 可以赚多些钱 没错 如果他有兴趣可以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因为有高薪 是的 是的 那你觉得辛苦 辛苦 辛苦 是什么令到你坚持呢 坚持做工程做这么久呢 没有 生活 生活 为钱啊 是爱还是责任啊 为了生活 是生活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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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没有那么多压力 那种钱啊 没有那么多压力啊 反而是 是啊 哦 那我想问一下 你有什么想跟新入行的小鲜肉 新入行的人说的 听教听话 听教听话 哈哈哈 最重要 努力 努力 不要怕吃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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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听着了 阿哥 我要 什么啊 你又要什么啊 我要努力向上 不忘诸君寄望 呃 努力的时间 努力做的 努力 捱到夏天就赢了 捱到夏天 现在你赢了 师傅 赢了 是啊 好啊 多谢师傅你接受我们的访问 大家看完那么多访问之后 有没有改变大家对地盘师傅的印象先 现在地盘师傅年轻化已经不是新闻了 都不只是中年大叔可以做 就像我们工程一线通 集合各大最好的工程公司材料箱 在我们的apps里 为大家提供最好的报价和证价 你还等什么啊 快点下载我们工程一线通吧 工程一线通 背对好轻松 另外快点subscribe和like我们的facebook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